それでは,ホント。 Hi 大家好,我是Josh 然後,你可能都聽過也看得出來我是外國人 我是英國人 你們可能看得出來這裡是倫敦 但是,我不是倫敦人 我來自BRISSTOL 西南部一個小城市 很漂亮的一個小的城市 Bristol 兩個有名的東西 第一個是熱氣球 第二個是這個吊橋 剛好兩個都在膠片裡面 但是我也是有點騙 因為這種好的天氣是比較小見的 所以你去Bristol 不一定要期待這種天氣 對,真的不好意思 好,那你如果要分辨英國人跟美國人 美國人搭棒球,美國人搭板球 這個是我小時候比較有固執的時候 還不是 好,那這個是我小時候 我之前有分享過我六歲開始打鼓 這個是一開始,就是六歲的時候 父母送我一堆鼓棒跟我的練習班 那我就在家裡練 然後後來有這個第一套鼓 我的腳其實有點短,有點難 踏到那個踏板 然後就是從小 一直練 然後有很多年 那 其實本來我跟我哥哥 我們小時候就全部都一起玩 一起踢足球啊 然後打板球,一起爬樹一起跑步 然後本來哥哥想要一起學鼓 父母說不行,要學別的 所以他要學吉他,很方便就可以組合樂團 所以跟國中的時候就跟另外兩個朋友 一起組樂團 然後就是慢慢的創作啊 開始寫歌、主劇表演 然後還蠻不值得 因為本來小時候會有那種 可以順便明星 搖滾明星的那種夢想 然後會覺得 那我們就盡量寫歌、表演 然後有唱片公司跟我們簽約 我們就大紅這樣子 對,可是慢慢我們發現 最好的機會是來自於跟其他的樂團 或是其他的音樂人的交流 然後當朋友 像我們第一次出國去表演 是去挪威 因為在英國跟一個挪威團一起表演 他們要求我們去挪威 後來去瑞典、去法國 其實都是 那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也是一個認識朋友的故事 那我不知道你們 2002年的中秋節還記得你們在哪裡 有沒有人還沒出生 剛好在英國的家 我們是做寄宿家庭 然後 第一個住我們家 是一個台灣的學生 那有一天我媽媽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邀請你的朋友 來我們家一起玩 那中秋節剛好 就是我們 他們這些語言學校的 台灣學生 就在我們家辦了一個中秋節烤肉 所以我們第一次吃到台灣的菜 就是那一天 然後開始 跟這些人當朋友 他們在Bristle也聽我們的演出 就一直要請我們 就說 樂團一定要來台灣 就是把你們的音樂園帶到台灣 一定要來台灣 我們就越來越好奇 然後去找機會 然後聯絡到台灣的一個音樂節 想說可以試試看 已經就難得了一個機會 我們也不曉得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不是 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聽到這個音樂節的名字 也聽很多人說 這個很不錯啊 就講說我全天吶喊 但是肯定我們就沒有聽過啊 也沒有來過台灣 什麼都很不熟 就是被這些朋友說服說 一定要幫你們音樂帶到台灣 然後台灣很棒啊 很多好吃啊 什麼都好 對 他們往的提到蚊子跟蚊子那些 你知道 在英國我們想到音樂節 就會想到一個叫做 Glastonbury 最大的叫做 Glastonbury 那它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泥巴 然後會下雨 就會沿水 就很可怕 但是他們 就這些人都覺得很好玩 就是 就是搖滾的靈魂 就是一種 對 所以可以想像我們 後來真的 第一次來到台灣 來到墾丁去存啊 就覺得超棒的 怎麼 兩個畫面可以 可以砸那麼多 這裡的天氣那麼棒 然後真的是好吃 然後最重要 其實那時候 跟台灣的一些其他樂團 或是音樂人認識 然後 開始有一些交流 其實 我們很深刻的感覺是 我們不希望這變成一個 就是一次的經驗而已 就是我們是 其實還蠻快速的決定說 希望我們跟台灣的連結 是可以建立 然後是有交流的 有一些 小河岸 有人去過小河岸嗎 就在旁邊 對 這是2005年的 還蠻久一點 對 那 說到融入文化是 我老婆的爸爸很喜歡泡茶 我也喜歡泡茶 那我說到交流 音樂的交流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Win 羅玉 他好像在這裡也有分享過 剛好 2008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從第一次來台灣 到第二次來 第三次來 都是比較短期的 後來我們要 認識到Win 我們邀請Win去英國 在英國跟我們一起 上台去一些地方去表演 所以很開心 可以 不只是來台灣分享我們的 也是可以帶來台灣 我們認識的好的音樂 帶回去 跟英國的觀眾一起分享 有這種 你是文化的 國際的文化的交流 還蠻好玩的 而且 那時候是我要幫他翻譯 可是我中文沒有那麼好 所以 就導致很多的觀眾覺得很好笑 然後Win就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在笑 他講很嚴肅的故事 然後我把他翻譯 大家都笑 那後來我們 就是經過來台灣很多次 我們樂團就決定 其實要 如果真的要融入台灣的整個 音樂的環境跟當地的文化 我們是要帶久一點 就是要住在這邊 所以 那時候是2009年 我們決定 搬來台灣 住 然後 去很多校園 去巡迴演出 那 那個時候 也是 開始學中文 比如說認真去學中文 因為之前 有那種 好玩的語言交換 就是學到一些 就幾句話 後來我們去 也是附近台大的語言學校 還蠻忙的 就可能早上去上課 然後下午去練團 晚上去表演 所以會很充實 那還蠻好玩的 因為 早上學到了 就馬上就可以在外面用的 但 我 關於學語言這一塊 我覺得 可能你們也有一些人 出國過去 可能唸書 甚至 旅遊也會 有時候有這個感覺 就是當你 很努力地想要表達 你心裡的感受 可是你語言的能力還沒有到 真的可以 表示很清楚的時候 就可以讓你覺得有點孤單 你會覺得 好像很難讓對方了解我 或是真的讓他認識我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過程 當然是 因為我們是樂團來 所以我們有彼此也可以分享 那在這一塊 我覺得很重要是 我也是 因為基督徒 也有上帝 就覺得 可以禱告 可以跟神溝通 就讓 至少 雖然我沒有辦法 跟朋友 周邊的人 真的表達很清楚 但是 有一位神還是了解我的心 所以那時候是很大的鼓勵 那我們是 就是 繼續做音樂 然後 也有很多的機會 其實跟別的這邊的歌手 伴奏 或者是 一起創作 一起寫歌 一起錄影 甚至這個 金色的麥克風 是 九九倫 他自己 怎麼說 為他定做的一個特別的麥克風 然後他很 很 大方的讓我們用他的錄影師來 我們的 第一講中文專輯 那 說到中文專輯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 我們在台灣 就是在這邊住了大概一年多 之後 有這邊的朋友 包括 Win 都開始鼓勵我們 說 創作中文歌 就是 用 你們的 這個 中文來 創作歌 因為本來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你要創作的話 應該是要用母語 才可以 寫出 很好的詞 而且是可能會感動人的詞 對 那我們 在這個過程 就 就開始用我們很破爛的 簡單的中文 所以 我們的第一修中文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叫做 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那 就是因為 從哪裡開始 然後後面 就慢慢開始寫 那 大概後面還是要給 當地的人看過 跟 糾正我們的文法 對 但這個過程也是完全 改變我們的 樂團的方向 也是 改變 也可以說是改變我們的 工作方向 跟 神明的 一個方向 所以 我覺得我們 台灣的這個 英國到台灣 然後從台灣 回到英國 後來我們 在這邊就是 主那三年的 這個過程 學到中文 慢慢開始 創作中文歌曲 後來 我們在 英國 先跳過 另外一個故事 後來我們是 回到 英國 帶我們的 中文歌去表演 給 現在在英國很流行 學中文 然後 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的歌 就當作教材 所以我們去到 每一個學校 學生都知道 我們的歌 我覺得 因為 可能 前進樂團 不是一個很有名的團 但是在外國人 我聽中文老師 他說 對學中文的外國人來說 三個 最大的 這個 唱中文歌的 有 周杰倫 王大文 跟前進樂團 就是 太棒了 我們就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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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九月我又要回 英國一趟 再給你們一些 表演 所以 這個 其實很多 裡面 很多故事 很多的經驗 那我就覺得 嗯 當 你在 一個 好像是 本來我就是 這個 做音樂的這種 當妖門明星的夢想 可是這個 後來真的有很多的轉折 我覺得 人生就是這樣子 很多 的 計畫 會 幹不上變化 但是你 隨著他走 我覺得 上帝其實會帶來很多很有趣的 很棒的 從這個 裡面 然後 很多 你沒有預測的 事情 其實可以變成 帶來你的 未來的一個 方向 所以 謝謝大家